该醒醒了 想什么呢 等死吗 我们输了 不要你就砍在那口就好了 你们三人机会 都不会玩 希望你们记住现在的痛苦 一年满累 稀奇复复 和大家拉完了 睡觉都做噩梦 想每天快点过去 就是感觉怎么玩都赢不了 一个职业选择的天赋 不光是说他玩游戏有多强 从挫折中恢复过来的能力 也是天赋的一部分 你要不就是已决不振 要不就是打碎重生吗 你们难道心里没有怨气吗 你们心里没有怒气吗 有 就打回去找他们报仇 就看你们自己怎么打 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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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PL 你们美好 去见你们新的 whatch 了嘛 让我们恭喜涛博 获得 dragging 2020年医务联盟截 接连斩获英雄联盟继中杯和LPL夏季赛冠军 涛博在2020年展现出了应有的王者风范 但也正因如此才让人很难接受 他们在当年的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上 仅仅打进了四强 遗憾肯定遗憾 毕竟去年感觉自己状态也比较好的时候 遗憾肯定有 就好不容易进世界赛然后没到最好的成绩 打什么比赛你只要没多冠都算遗憾 最伤的就是你要弥补这种遗憾要花一点的时间 为了在新赛季打出令人满意的成绩 2020年底 涛博从WE2队引进了上赛季LDL的助攻王小卓 小卓在读书的时候是个学霸还在数学竞赛领域里经历过高光时刻 这我上校是其唯一的奖项了 上学就这一个别的也没了 学霸的标志啊 小时候打游戏的时候就是我们已经习惯了 他就跟个跟辟肠儿一样 虽然他年纪很小 好胜心是真的特别强 就突然就有一天你就感觉怎么都赢不了他了 当同龄人正在铺设相似的人生轨迹时 小卓却在高一开学一个月后决定去做一名电竞选手 他从LDL起步 曾跟随WE短暂征战过LPL 但因为无法承受重压被退回二队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 小卓成长为LDL的助攻王 2020年末的转回期 他受到多家俱乐部的青睐 因为当时是有别的选择的 我可能去别的那种弱一点的队 当一个偏核心一点的 弱一点的队也没有什么关注度嘛 可能也不会有太多压力 然后我可以轻松一点 我感觉自己可能不太能承受那么大的压力 我也不想让自己太累 但是后来想了想就感觉 职业选手的话 有这种机会还是别放过他了 就还是要抓住这种机会 不然感觉怕自己以后后悔 就铁着头来这边了 你们是玩个肉的 你就得去打 你队先那么有优势 你就要一起带到团队上 焦虑吧 感觉压力很大 因为不知道以后会是什么样的 因为不知道以后能不能打好 就很怕 在加盟一周之后 小卓随队出征得马西亚杯 三杠二杠十五的 百分之七十八点三的参战率 百分之十八的成长战比 十二个控制 在德威的第一次登场就拿到了VP 我当然想的是输了就输了 就随便打就发挥的还行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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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冠军是对小卓的一个肯定吧 非常重要 给我增加了一波自信 看得出来他目标不是只放在什么特别冠军 他也是想要跟我们一起拿到更好的成绩 3 2 3 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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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自己心里跟他们有距离 就你感觉他们都是大哥那种 就可能你心里会觉得他们会不会瞧不上 我这种 他刚来的时候感觉他很内向 感觉他也现自闭 我会坐在他旁边就看到他打打 然后可能说给他点意见 就用比较有趣的方式吧 我还蛮常请他们吃的 吃东西 喝东西 以前就可能大家就一起聊天也会笑嘻嘻的 但心里就感觉不是那种很真实的那种感觉 正在努力地融入战队 新鲜闪耀的冠军奖杯 却让小卓变得患得患失 打完之后又有点了什么 就感觉好像就不该输了 一把都不能输那么 就感觉所有都该赢 今天来到英雄联盟2021年职业联赛的春季赛 今天第一场比赛就是涛博对阵苏宁 昨天被留下来了 你爬不住了 这把他出回了 这把感觉涛博要溃败了 2021年LPL春季常规赛开场 星科德杯冠军涛博 输给了缺少核心辅助的苏宁战队 尽力了 尽力了 战胜了涛博 自己赢过是应该的 就输了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就感觉是必不能输的 他的话我觉得技术上来说是没什么问题 可能刚开始打春季赛 春季赛有可能就是 自己给自己压力太大 第一场输的时候是自闭了 就不说话了 我之前就在WE的时候就有过 当时在一队嘛 自己其实是有机会竞争的 但因为自己顶不住压力了 就下了 因为我当时还小 就又在下面挂了两年 又打回来了 但是如果我这次又因为心态的问题 或者没有扛住压力 又变形什么怎么样的 我再下来 我就没有翻身的机会了 再下去一次 我就不可能再上来了 就打不好就 我就没了 那今天睡觉都做噩梦 乱七八糟的噩梦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POP E-Sports 老板你们加油 加油 第一把打竖琳过外下来 我觉得今天涛博会严正以待 感觉没有机会来守这条楼 这边留住了一个锅 第二场 涛博输给了上赛季排名倒数第三的RW 两年半排名垫底 这是个令人沮丧的开局 2比1 击败了 去年夏季赛的高级桃博 就拿个得杯 然后觉得春季赛 要大开杀戒的时候 然后突然一个林刚二嘛 所以对任何人的事情 都是会受影响的 你们有谁是觉得去年很可惜 然后今年比去年还认真 我看没有 我看每一个 都觉得去年 还行 今年 混演好了 每个人都是 我们上中叶 哪一破 哪一场 是真的一分加的 就输了到的时候 压力挺大的 就那时候成绩都 有点偏小垫底吧 可能打不好 可能春季赛会烂掉 比较还要实际场 真的 我们就是 大家到处都挺改变的 就是传播人 回来 回去好好想想 我就除了三个酒之外 都还是挺忙 挺忙的 小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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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一场 第二场输了之后 就反弹了吧 就感觉不能自闭了 没必要比一 那么大压力 就平常心里好 就是没办法 你不能 对自己太苛刻 基本上他算 练习量 帐队算最多的 也是我们队里 最努力的那个 就他RUNK 也跟Net一样 两个都是 打得最多的嘛 你精神来呀 左哥 2比0 好在他们用一波三连胜 将自己弹出谷底 战绩的持续回暖 也给了小卓 展示自己另一面的底气 好像我说 年代友是眼睛 但他来的一段时间 就骚发特别多 很搞笑的 很笨骚 很想念 一开始笑笑嘻嘻的 有点假应该 就现在笑笑嘻嘻 可能就是真的 长官下命了 我们直接顶不住 你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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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牛了 九哥 十九岁的三六九 在战队中 年纪最小 但却是效力时间 最长的老队员 一玩的不好 一玩的时候 容易送 我老毛病了 他老被抓 你打得比辣烂呢 我怎么打比辣烂 你不知道哪比辣辣烂 你这里 你知道你挂机了多久时间吗 你挂机了一分钟 你知道吗 我踢出来 你要踢出来啊 三六九鞋的话 其实我觉得他就是 一直都是一个 很有自己想法的一个 小孩子嘛 他虽然有很多那种 有很多想法 但他其实不是 特别擅长表达 跟我有啥关系啊 我主持人没关系 三九九 三九九要需要 好好想一下啊 你真的要想一下 他要再做哪些事情 可以让这个队伍 比较好赢 因为赞马其实 盯他盯挺凶的吧 就可能对他 稍微严厉一点 这游戏上想的不一样 他想要我去做这个 然后我想要去做这个 之类的 这有点 有时候会有点不开心 看他心态快顶不住了 会站出来 把他小康一点 就说 如果我的问题什么的 就不管上乐乐事 挺感动的呀 你先带一下 放火灾 你先到晚了 我小孩子 春季常规赛结束 涛博 从排名最低谷的第17名 一路追至第3 小卓也为自己拼来了 第一个LPL的季后赛 我们不确实是跑单 又欢迎来到今天的比赛 这里是正在微信直播的 2021赛季LPL春季赛季后赛的对局 涛博将在季后赛首场对阵苏宁 面对小卓职业生涯的新起点 队友们默契地陪伴他 享受着来之不易的喜悦和哭 卓哥你努点离浩哥修放假 卓哥别紧张卓哥 我们也是新人 第一次季后赛 都可以理解的 去年卓哥要是在 我们就把他抢了 16钱 我们进不去世界赛 你们进不了世界赛 石卓哥我相信你 今天就是你的舞台 最开始的时候 他们有一点过分担心了 怎么都找我说话呀 不要黑我 怎么一直找我说话呀 找我说话 不要黑我 不怕你紧张嘛 对呀 这表现一丝 那里面是个小丑指标 里面是个沙口那个头像 没有小丑不是 不太指游戏方面 是他游戏外实在是太滑稽了 他那种是很喜剧的人 他就突然会那种变脸那种 但是莫名其妙跟自己说话 我们以前要叫一张外王虚拙 你在吗 挺奇怪的 有点像小丑 我也觉得我是小丑 就无所谓啊 很少有人知道 扮演小丑 一度是小桌用来倾泻负面情绪的唯一方式 以前打甲级的时候 我在甲级是垫底的 当时连柜也挺多的 十几连柜 那个时候是五点睡觉 八点就起了 起了就睡不着了 没办法 你就感觉你在这样你就死了 你就感觉自己不能这样下去了 然后你就 就只能慢慢向前嘛 就出来了 加油 加油 兄弟们 加油加油 尴尬被打了一条血了 阿兵要死了 哎 这些小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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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套国是硬生生的凭借任性 给打了回来 半年就正常很多了 然后一年吧 一年就是完全感觉 有什么太大影响了 在不断的自我消解中 小卓养成了一个习惯 心情不好的时候 就用搞笑的方式去寻求沟通 他需要借此 来抵抗负面情绪的信息 很多时候 抗争是自救的唯一方式 他们觉得我是小丑 因为我不会表现得太严肃 就身边的人你不太好 很严肃地跟他传播负能量 你给他传播负能量 他到时候也带着负能量 到时候我们俩人就互相影响了 所以就开玩笑的方式跟他说一下 多少也往外算是倾注了 就正常的小丑 嗯 太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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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大减肥秒了 结果每一次有机会 超只见一个拙 快点 反正套模有点走投无路了 这把感觉套模输得真的 最后看到只能喝水 点了个中塔 你去把卡当中赶走他 不能吃那个炮车 我们去追鳄鱼 为什么五个人在追 而不是你们两个追 因为我之前都是经历过嘛 就是被教练说的太多后来挺不错 就打得杯之前他就一直在说我 我就想着无所谓 你们怎么说 我都听嘛 因为我本来就是个好地儿上来的 我打不好是可以理解的 我就这样告诉自己 这波直接拉了 锁开得很不错 昂杰被晕到昂杰被秒掉 要是还激励了 激励还是这所谓的双支点击 恭喜淘伯第一场比赛 成功的赢了下来 今天反正超过确实不分 太紧张了 一点紧张 前面输也有点多 队友都低了 今天的对手 是常规赛排名第二的老牌强队EDG 看一下看你们 打我尾口 可以吗 可以的打药 可以的 但是我上场的时候两边就有声音 是不是 一定可以的 一定可以的 上次要给你点自信啊 这次发现已经不需要了 你已经是个成熟的小丑 今天的比赛是焦点大战 由淘伯对阵EDG 鞋子被顶住了 是的 白宝结尾要进化 但白宝都选得太低了 这位又就选两个人 开始是不紧张了 然后那波越塔名越好 直接白给了 然后就开始紧张了 上去自打五有点不理智 但是不知道淘伯的这个决筋 怎么指挥的 直接就上了 不知道怎么办了 队友叫我干嘛 就干嘛 就失去自己的想法了 最后告诉你一个完美数据 807 没有给淘伯机会 我觉得 稍微讲一下 他太急了 刚才你失误的时候 你不要慌了 然后他自己有乐团就直接越了 你们那个乐团 就是不失误他们是很难打的 上把你打好 下把你应该能打 不用开了上一把 不用开了上一把 我们就专注下一把就好 我们大家选拦这吧 1换5结束了 2比0拿到3个赛点 现在从总体状态上来看 ATT确实是领先淘伯的 对 这个开局让淘伯有点 失了远急 三角 为什么你中路都不愿意看我中打拆掉 你再走啊 团长每步都想K头欸 然后还有我后面被追三个 就是你把口放开了峡谷的那坡 然后他的交大的那坡 哦 我想起来了 那时候他不是在你旁边吗 阿水不是在你旁边吗 那不然一起上去打人啊 不要 你就卡在那口就好了 就是要比赛长成这样子 我们才知道训练才是重要性 对不对 全部人 别这样子吧 就是让你更想太多 啊 别带起来 一滴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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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可以 大远去吧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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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起来吗 后续是369 大队还拖起来吗 大队还拖起来吗 369被留下 369很危险 369被秒掉 369被秒掉 看的话也是被杀 结束了3比0 一滴进 紧进了盛哲谷的决赛 嗯 输我觉得可以 只是 那个就是输得有点 就是有点丢脸啊 反而没发挥好 输得很憋气吧 那场现在打得很烂 就直接溃败了 就是被人家打烂 从客观的角度 我是能感觉到 就这样走下去 我们一定完成不了目标 这边上头可以MZ 我们不行 这边上头可以NR 我们不行 这边上头可以NR 这边我们比较宣赛跟你有什么 下头只要没大优 我们就一路平对 怎么可能比比赛打成这样 张九 你要真的知道 你训练赛跟比赛 都是表现会长这样子 你要好好知道这事情 我们不能每次输完之后 然后你再发现 你会玩成这样子 我老师说 我也不知道 就我就不会玩一个NR 我也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搬 之前我们打NR的时候 我们什么都拿出来打 我们拿路线打 我们拿那个船长打 我们拿那个杰斯什么都能打 可能那时候赛马就说得比较温和一点 想办法再说服他 但我就觉得说 好好讲可能听不进去 就可能确实是要凶一点 你打NR你每次玩那些杰斯 武贤 那你哪是不是被他们人马 被他们无敌的抓成狗 你说 哪是不被抓成狗啊 一个赛季 那一个NR那么难吗 不是你 先选永远做九桶跟杰斯 九桶跟屎一样 OK OK 我也第一次看他这么笨 但是都呆住了 那时候心里想 我要不要站出来说这样 你觉得他承受太多了 还是算了 我不说了 对 我当然就想了 我要是第一把不失误 就没那么多事了 就很小的失误 就导致后边本来的问题 就爆发出来了 每一个胜部都是有差的 每一个操作好不好都是有差的 每一个没有杀到都是有差的 在英雄里面上 什么事情都重要 因为胜部都从小小的细节累积起来的 就我们一定 每个人要游水最熟 我们才会越变越好 这是关键 卓哥今天输为挺多 对吧 我对你的容忍度会 相对其他他们四兄弟来说 会高一些 你是一个亲人 但是在普赛中 他一定不是输得你的 对吧 虽然我打得不好 但是我 应该可以有一次打得不好的机会 我要是不原谅我自己 真的原谅我 我得自己原谅我自己 我跟大哥说说 就刚刚说的话 并不针对你 第一 我希望你心里 不要有抵抗 觉得我们人都在针对你 没有人在针对你 相反我觉得很多时候 大家都在保护你 他还年轻 他还能打 也还能打很久 他如果能明白 就是那种其中的道理的话 就以后可能都打得越来越好 只休整了一天 涛博便赶到苏州 挑战常规赛排名第一的RNG 如果落败 他们就将被淘汰出季后赛 我们打到现在 我们太常被2比0 3比0 前面第一把输了 然后我们第二把 其实很由右手 我们都还追手不掉 然后第三把 大家就没什么刺气了 像真的小卓 昨天第一把打得那么烂 第二把输继续玩Rail OK 我可以接受 失误就失误 我们完全不会说什么 但是我不能接受什么 有人躲在后面 或是什么 有人不愿意打 该打的时候不敢打 比方每次第一把输的时候 我就要看到我的队伍 就很想赢啦 尤其上一把输那么惨 就会觉得 这把就是 大NG得赢下来 就是在我看 自己新校高点啦 第一把打不好没关系 第二把就想办法赢下来 第三把这就没办法赢下来 第四把就想办法赢下来 每个人都是 细琴 肯定有 搭车应该前面会有 表白 刚刚上场给我吼起来 该操作的就操作 嗯 不要想上一波的事情 不要想上一波的事情 玩怎么 玩怎么 会玩怎么就玩 让我们欢迎 TOP E-Sports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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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369正面直接扛上篮 309硬度还是够的 耐腿找到的机会 小卓也只能进去 小卓这个位置 血量怎么感觉好像有点低 但是TOP E-Sports 已经没什么状态了 第一局是RNG拿了下来 1比0暂时领先 你这把比打 三个Bow好很多 我打盘的时候 卓哥注意不要太奥硬进去 别再担心嘛 我们要从现在开始学 怎么 我们刚刚一开始了 小卓 加油 加油 打起来 只能回头恐惧小卓了 小卓吃了一个恐惧 看了一个灰盾 而且369打下了一个夸爪 369从哪儿过来的呀 等一下到小卓 小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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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回一分 双方战成1比1暂时平手 纳尔的脱出来了 三类九的纳尔好厉害 出第二把开始赢了 很好是从这把开始 小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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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瞬間被反開,直接死掉 上去卓也走不掉 這是一波大龍帶團滅 感覺他打的可能有點 錢太多了,有點溫水溫調 已經沒自己的想法了 那就隨便另一個路人上去 估計都和我那幾百差不多 但是整場沒有看到卓常去開團 看得出來他是肉眼可見的警察 結果被隊友遙控了 結果隊友點他,他就動了一下 畢竟我們是隊伍老大哥 我們沒有把一些細節說好,讓他開團沒有什麼把握 就我們自己肯定也沒有做好的地方 那這一下的話,淘伯的情況有點不密 恭喜RNG,打到2比1的領先 拿下2個4點 太急了啦,太急了 沒事啦 3秒9,你還是別玩坦克啦 不是你玩的不好 就是我們需要再多點輸出 再贏兩把就好了,別擔心 就想辦法一把一把追就好了 那個打團隊的注意點就OK 別的沒什麼問題 我不用急著開就好 打排位怎麼玩 想打完打完 TP下來369先到戰場 卡扫這邊 也要打下三殺 最終還是淘伯 傳戰隊換贏 一包圓 跟著上來把小虎擊倒 卡扫選擇直接踢進水拳裡面一換一 淘伯 推平了7D 並且拿下了第4局比賽勝利 也讓這個BO進入到決勝局 不過這把玩起來了還可以 我覺得打到現在 輸贏都是另外一回事 你比較打爽一點 就把自己平常能夠練出來的 然後能夠打算 然後小虎擊倒下去 大概兩分鐘 真的 好 好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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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А 我不是去再責怪你們 大家真的得得要想一想 就你们到底要的是什么 你们能做一些什么 至少我们现在这些全部的队员 是得自己做出很多改变的 我们才能一起打 然后一起变好 我现在心态已经变了 我一开始想到说 来这里必须出场景 我觉得我下季赛应该 不要再这么想 我要一直保持平常性 就玩我自己的 只要我们队伍专得好的话 肯定还是挺强的 看能不能解决这种问题 一个想法是下季赛快点开始 就觉得有很多可以做的更好的地方 加油 夏天见 阿水 加油 因为疫情的影响 小卓已经有一年半没回过家了 站好了呀 还要站好了 我站好了 还是瘦 怎么 向脚拐的 后边啊 好 有的时候就是怕他训练的时候特别忙 也不好意思多打扰他 就是通过他直播的时候看一看他 呵呵 我也不开心啊 熟 不重要 我就怕影响了你后边那个心态 下季赛在努力吧 是吧 是吧 因为白本也在变化 他母是吧 成了这个白本的一个热点了 每年我爸都在学很多 现在就感觉挺懂的 说的还挺对的 这边的电影响 哎呀 哎呀 真是 香港的 我妈跟奶都想她是不瘦 嗯 不瘦啊 这还不瘦了 看个大比赛 紧张我心里都不好疼 哎呀 也迎了 我以后就怎么可高兴 你太多了 太不多 我就得太多了 你肯定是要自己会努力 你指望好的努力 想上努力 我们传统假情对这个游戏来说 也没有那么多认识 所以说就是刚开始都比较反对 当时在学校的时候还是领奖学金 能考不考的好一点大学 到时候找一份好工作特别安逸 我不太支持 这种事当面说不清 因为你当面说的时候 会很容易情绪化 好想办法写个信吧 老师他有一句话打动我 人都有梦想 他为梦想去奋斗一下 如果撑我更好 如果不撑我 这个人生也不厉害 听该等我了 所以说就叫他 我都只知道 小卓写日记写信 然后我每次看了 我就不能说那个 我每次看了那个 我都流眼泪 每个人的路有很多 为什么我们都要 欣欣攘攘地在一条路上挤拥结 我为什么不能去另替心境 这句话对我印象还挺深的 小有文采 看之前就要砸好电脑了 看完之后 我爸直接说 你在学校待一个星期 下一星期我直接接你回来 就不用上了 就是自己想做的事 就挺好的 下期菜 好好发挥 炸肉 来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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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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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来都没和你们计较过 没关系的 我还有TP 啊 对不起 哇 现在也玩了 别玩 别玩 求着你玩吧 我看着呢 将军 小卓口中的将军 是俱乐部吸引进的上单选手 晴天 叫他将军 是因为他拥有遮风挡雨的身材 而晴天这个名字 更像是源自他那万里无云的笑容 快跑快跑 我也想当将军 我本来想问他的职业态度 二人跟我说 晴天出基地一定是去海底了 要么就不出基地 在基地里面训练 我打职业的时间太短了 二第二就一个赛季 因为之前没有这种想法 我那时候在家里 准备当个小主播的 是被一个好兄弟 推过来打职业的 就在给我洗脑嘛 就说职业这好那好的 然后说你适合打职业什么的 然后慢慢的我也就去了 欢迎来到英雄联盟级联赛夏季赛 涛博战队 将会迎来他们的夏季赛首秀 台下有观众嘛 这是差的最多的 就担心你就会出失误那种感觉 然后台下一叫就会手会抖 会有一种很紧张的感觉 那个鼠标垫湿透了 他们以2比0带走了涛博 我也感觉涛博没有太多 还手的一个余地 太紧张了 太紧张了 打额太紧张了 本人已经瘋掉了 说凭你的冲击不够 当然会是 对 说凭你不够集中 我们自己瘋掉了 配合晴天的一个伤害 处理掉了一个伤害 抗压并且反杀一个 晴天表现得非常非常出色 晴天一个人顶在前面 这战斗力也太强了吧 出场次数的递增 让晴天得以自由支配 可观的竞体状态 他渐入佳境 和队友们一起终结了EDG的7连胜 2比0验下这场比赛的胜利 而且也是终结到EDG的7连胜 我们在纯情赛 我们输EDG跟RNG 但是我们反而在下一赛的 力竞赛是赢下他们的 好处也是可以让369看一下 晴天他某方面游泳的东西 可能是369没有的 有人在这原队 不知道是沙子还是阿卡 我也踢了 看没来我其实 挺无聊的 每次去赛场你就一直跟着去 然后你当然让杀一波干 就做一天又回去了 其实很无聊 就直接牵手 不打比赛肯定是最难受的 我发现 就之前还是蛮自... 就可能... 怎么说呢 就是挺... 就怎么说呢 有些内容更偏向自己吧 就有一点自私 就我现在就是想 就好好打 没啥想的 其他打不打打 我就要挺看自己的 就他自己能有力肯定能打 再次欢迎涛博战队 晴天警在前面有点危险 这一波 已经被秒了 在一周后 涛博和苏宁 这两支刚刚打出两连胜的战队 狭路相逢 比赛的结果至关重要 但涛博在战局中始终处于下风 晴天的表现也有情转音 正面就是溃败之事 其实我觉得LPL就是上单位置是真的挺可怕的 就是如果你让我一个新人 就是看到这些高手的话 我就觉得 确实是压力很大吧 然后他作为一个新人 我觉得 有顶住已经挺不错的 今天你输太多了 就是老实说就输太多了 就是 你可以不死的情况下 你又多死了两次 我们会觉得 那个也有点夸张的时候 就是我觉得你一定要想办法避免 换了晴天上来之后 然后我们跟他的配合也不是特别好 你要念 你真的得多玩这些英雄 就可能我说话比较难 但我觉得 这个就是要面对的 如果说 说着你们意思说话 能赢比赛的话 我也可以说好听一点 但我觉得不行 今天这个问题就是很明显的 就是上楼没打过 因为五个人嘛 谁发挥不好肯定都会输 就你这边得多努力 就念英雄上面 我是觉得得多玩一下 缺乏经验 然后英雄池有点浅 主要是新人嘛 打个票才一个赛季 结果很难适应过的 小卓的日子也不太好过 战马频繁的指责 让小卓感到委屈 也背负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就是春季赛 还有夏季赛的前面 我是觉得就是 他可能给自己的压力太大了 然后打着打着就 就是有点畏手畏脚吧 就可能顾虑太多了 他可能放不开嘛 有一点放不开 因为身边都是他大哥 他们打得超稳的 他们我们蹲了两次 他们狂屁 他们全部人都知道 我们在这里 他们也不进攻 而且他们出来 就五个直接挂住 那时候我可能对他的玩法 或者他就一直失误 或者是打线打不好 或者也比较多不满 我不太喜欢别人一直说我 就以前我可能没告诉他们 然后就一直忍着 后来时间久了 觉得自己有些事情可能不太能接受 然后就慢慢的积累下来吧 他那时候对我的一些想法 或是没有很有信任嘛 加上那段时间身体也不好 就一起爆发了 可能打得比较隐身吧 所以也不懂我说话了 队友复活的时间还比较久 我感觉来不及了 我没想到最后一场比赛 会以这样的一个情况结束掉 小卓带病出战 表现平平 涛博输掉了比赛 距离无缘季后赛的危险之地 越来越近 就是我们只要正常打都应该要多 但是我们一三把都没有做到 要么是挤的 要么是失误 要么就是打得过 感觉我们队伍就是如果不犯病的话 就是谁都能打得过 但我们就不可能不犯病 谁队伍就是可能说状态不好的时候 一直有问题 但是我们一直 就是一直没有改变 不带了吧 带不下 照着就帮真可爱 诶 喜欢吗 好 不喜欢 在二队算吗 算 算了第四个 我奔三了 饿老了 输给苏宁的第2天 是36920岁的生日 这是369在涛博度过的第四个生日 也是第一次以替补选手的身份 迎来这个特别的日子 峡谷离现实很远 生日离生活很近 但眼下这远近之间 却是无法精算的盲点 追不上不用觉得没事没事 今天整个春季赛都没登场的预言家 替换了小桌 出现在训练赛的首发阵容 特别逃我们特别逃 插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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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哥多大 220 你也要吃吗 你比我大比我小啊 大大6个月 废物 我都打我都打我批要3年了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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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昨天没敢吃东西你知道吗 什么都没吃 今天好多了 昨天晚上就拉了一两次 前两天都有五六次起步 你是比赛前拉的 比赛以后拉的 比赛前拉了两天 你没跟我说呀兄弟 没了 但我感觉 还行啊 打的 还行啊 我反正已经尽力了 加油 多挥手吧 那不是简简单的 可能你小心一点 我手都拥了 小天直接一去不不返 我打的好就行了 你打的好也不一定 说不定别人打的更好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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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生日快乐 加油生日快乐 你把这个酒切了自己 你把三六蛙掉成那酒 天天 天天就吃酒 天天咬酒 三五不叛逆了 心意 不拉扯了 20岁了长大了 20岁了长大了 不拉扯了 不拉扯了 我现在要好好拉扯了 今天真的有在拉扯了 今天真的有在拉扯了 再次欢迎涛博战队 没有大招过去想拼一下 但这次大龙已经被拿下来 这波应该是守不住了 涛博怎么办 五天之后 涛博又输给了FUN PLUS VINOS 出现形势岌岌可危 369主动提出 重新登场的要求 看他们输得好像很惨 然后我就感觉 可以今天轮换一下 感觉可以尽一分力 也没有说一定要守法 就是想着可以尝试一下 轮换一下 比他打法也是比较激进 也可能还玩一些杰斯 卡米尔这些 就比较进攻的英雄 作为我们一个主攻守 应该是随便跃吧 他就400圈 随便跃 你被换才太可以了 我们应该是随便跃的 是随便跃的 是随便跃的 但眼下的确还别无他法 这次状态能找回来 就回来打吧 这次状态找不回来 事来不及就回家吧 每天都叫我吐槽 就说什么好难受好难受 比赛不叫干嘛 你去年赛打的也难受 我觉得卓一直都很有天赋 然后他需要时间 怎么说呢 就经历很多东西 还有就是性格上吧 好在管理层和小卓之间的默契 足够支撑起良好的有效沟通 边哭边说 然后直接绷不住 小卓个性 跟我们平常认识的人 就不太一样 搞清楚 跟他的沟通方式 我觉得是最关键的 你就不应该会发现这个问题 因为你只有这个对抗 是你完全完全不会去O-win的 所以你这把一定要去O-win 我不太适合那种 就那种什么拼了拼了 要拿冠军那种心态 他不是一个那个 详细成功学的人 对 你不需要帮他打鸡血 就是对 你不用给他灌鸡汤 不用帮他打鸡血 就是让他自己玩他自己的就好 就是他真的变type的时候 我们 那时候我跟他才比较有 比较有信任我觉得 这狗球会在哪儿啊 他落已经没到了 能给他杀了吧 369和小卓正为重返赛场积极准备着 如何走出逆境 没有标准答案 但努力一定是找到自我 并敞开未来的捷径 我俩那段时间 其实就一直在互相问对方 就是说 你那边拉扯的什么情况 被替补极凝固了的时间 总会在付出当天准时交付 369和小卓重回首发 第一站是在苏州客场挑战苏州LNG 量金 量量量 估计 实际上太 自信点 就跟她说 别想太多 反正 压力都怎么不会到她身上 所以让她放开了去打 心态好很多 然后之前的问题 其实大家一起帮忙处理掉了 我看见你在笑 就已经很高兴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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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涛博的首发名单中 有一个大家久违的面孔 369 是的 以及重新回到首发的一个小拙 369表示我这次首发登场 肯定要秀起来 看着369倒了 369状态看起来不是很好 恭喜LMG 1比0领先 各队涛博 就第一盘血虐了 后面开送 麻了呀 尬住了 就跟吹赛有点像 就打着打着就会一起送了 没拉着 我没看到后面有人 你知道吗 没拉着 他又没拉着 只能说又忘记拉着了 我们后面还是打得太急了 后面就一直在追人 一直在追人 就近乎比较这种失误 这一波369打了一个回马枪 369看得特别好 369的表现相当的亮眼 我们恭喜涛博在苏州 让一追二 实现了2比1 拿走了这一分 就是我们赢得比较漂亮的时候 就会站起来几个掌吗 确实很久没打比赛 赢了还挺开心的 就有点像 兄弟们一起玩游戏赢了 就开心嘛 我们都会笑称他 夏季赛比较佛系嘛 这个佛系也是对他 也是好事情 因为可能之前输了 对他自己扑动会比较大 就所谓的骰子嘛 但是现在 就是他自己心能稳下来的话 我觉得就 就对我们也是个帮助 369来了 一个重锤 强力一击 再现苍穹之远 重锤好 那两个人头 那我们要恭喜涛博 恭喜涛博 涛博都展现出了 非常好的前期的运营 包括中期的打团 这种拉扯能力 我也得超过 现在轻轻松了好吗 现在就是没那么容易被抓 比以前稳了很多 比较听话一点 要说白就比较听话一点 顺终的时候千万不要拉 别装 必要装的时候可以装 知道吧 就需要你装的时候可以装 抛个头看着我 因为你站在第一个 你要做好带头作用 顺风浪你风头 就可能以前就比较倔一点 原本以前可能会杠一下 或者是可能会吵一下 但现在就是很柔和的 就可以把这件事情讲过去了 主浩 加油 我觉得你的走位和你的技能释放 得需要加强 行了 行了 换了 小卓络上来 一闪 几个地鱼 后面小卓那个柱子 把阿吉里直接给卡断了 就是他下期赛整体就是 打得比春季赛好很多 就是他有恢复当初那个自信吧 打比赛就比较开烂嘛 我们现在叠手的时候也都不急了 让我们恭喜涛博 也是锁定了自己 下期季后赛的一个名额 来个兄弟 谁锁高 锁哥就决定就是你了 就是他这种文人处置的方式 他就算不打之间 他也会混得比较好 就会觉得比较舒服 我已经找到了 适合我自己的那种心理状态 就是我替补的时候找到的 因为我之前一直是这种形态 来之后这边改变 慢慢改变形态 这里一直是喊着夺冠的口号 然后感觉太累了 打职业的话 夺冠确实是要夺的 但是也有比夺冠更重要的事情 对我来说 就是享受职业的这种氛围 因为我一开始就是很羡慕 打职业的氛围才选择打职业的 稳定似乎是件行不通的大事 常规赛结束 一直被寄予厚望的涛博 场军击杀处 位居联盟职守 但最终仅以第五名的成绩 入围季后赛 恐怕 什么 救助一好 欢迎收看2.21英雄联盟职业 联赛夏季季后赛 去年的四支世界赛队伍 目前已经有三支 提前结束了自己的夏季赛征程 仅存韬博还在摸索前进当中 369已经先死了 无用去管喀莎 正面推进的话 游戏就结束了 369倒下只剩小卓了 感觉一波了 看就一波了 这时候小卓拿命过来的 又是一个吹风吹起来 赞机面以三比一击败了 超博拿下了8禁6的这档子 超博这个分数是已经确定投赞 听可惜 总维这比赛就这两个点 一个是自己做的不够好 然后第二个就是别人做的足够好 但是这个结果 就是你不想接受也得接受 其他的 我真的也不知道说什么 回家吧 在聚光灯下 很难躲避众物亏亏 当瞩目和质疑并行 初心就成了高不可叛的孤平 成绩令人沮丧 但找到初心 才是这一年来的限定嘉奖 职业道路的光环 从来都不是为了改变轨迹 而是在执意选择的轨迹中 寻求改变的方式 加油 加油 光环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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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环 加油 有奖的呀 但是这奖的名字就很奇怪 我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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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吗 这样没有感 而且有点意思 沾六花 尿成那酒 你这样就知道是酒了 快快快 把给爷爷唱的歌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好 感谢观看